说起谷歌创始人 每个小伙伴都不陌生 身价4000亿的谢尔盖布林可以称的上市 情势丰富的硅谷大佬了 2022年年初 这位大佬就放出重磅消息 申请与华裔妻子妮可·沙纳汉离婚 理由是两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要知道他们才结婚三年 2019年年末 俩人结婚的消息就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有消息称 她和华裔女友妮可·沙纳汉早已秘密结婚 而且早在八年底 两人连孩子都生了 布林跟第一任妻子的婚变曾经轰动一时 动静堪比李国庆和于余 但再婚娶的并不是当年的美貌同事 而是眼前这位出身贫寒的华裔女子 高精尖跨界大神 这个华裔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出身贫寒的她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 靠什么打动布林的呢 又为何刚结婚三年就匆匆离婚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现实生活往往比电视剧精彩 这里不得不插播一下 布林的婚讯公布没多久 曾经的恋人中英混血的阿曼达·罗森伯格 也登上了新闻头条 她出书哭诉于布林的一段情为她招来荡妇羞辱 自称患抑郁一度想过自杀 不少外媒在大标题中引用了她的原话 男人永远不会被冠以荡妇羞辱 2013年媒体揭露布林出轨 对象是时任谷歌可穿戴眼镜营销经理的罗森伯格 彼时布林有原配安妮沃西基 罗森伯格也另有男友 沃西基是基因技术行业大佬 她与罗森伯格还是颇为亲近的友人 新欢是原配的闺蜜 男方和原配又是国际大咖 鸡飞狗跳的离婚戏马堪比如今的李国庆和鱼鱼 2013年沃西基与布林火速分居 不过到了2014年 布林与罗森伯格的恋情也在争吵中凉了 2015年布林开始与沙纳汉交往 比起罗森伯格 他对布林的事业和人生似乎更有助益 布林二婚不光吸引八卦媒体的关注 商业内幕杂志也难得聊起了这事 聚焦的是沙纳汉的法律科技公司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的身份 沙纳汉人前光鲜 人后是个狠角色 单刀斩获数百万美元商业投资 横跨多个高精尖行业 还懂慈善 堪称富豪丈夫的结语花 霸道女总裁是怎么练成的 华人的坚韧个性在她身上有所体现 如今38岁的沙纳汉生于 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的一个贫苦之家 母亲是中国移民 父亲是爱尔兰裔美国人 在沙纳汉9岁时 她的父亲被确诊双向精神分裂症 即同时患有躁郁症和忧郁症两种精神疾病 麻省总挑戏出断 厄运总找苦命人 不久她的母亲也下岗失业了 因此可怜的小沙纳汉一家 只能依靠美国政府发放的食物兑换券来维持生活 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因为父母都没有工作 政府的救济又不够及时 沙纳汉经常过着鸡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她走过的每个阵地 都是自我拼搏与提升的修罗场 于是沙纳汉从12岁就开始打工赚钱 早熟的她展现出惊人的智慧 她并不只靠用劳力换取微薄的收入 还通过网络早早为自己的人生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出入职场就从事法务类的工作 但她竟不是学法律出身的 2003年至2007年 她在普吉海湾大学拿下学士学位 主修亚洲研究 辅修经济学和中文 2006年 她在一家名为Jorge Powers and Economist 的法律事务所实习 不到一年 她就进了龙安律师事务所 担任该公司国际惯例法团队的顾问 如果没有出色能力 恐怕很难做到 2009年 她共职于加州的Tonsend & Townsend N.co.LLP法律事务所 是那里的一名专利专家 同年三、四月 她又到澳兰志县的 Uternend Tucker L.LP 律事务所担任知识产权助理 及数据库管理专家 2010年三月起 她开始在金融服务公司 RPX Corporation 担任专利主管 此外 她还与多个初创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帮助企业优化专利管理 2013年 她才开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攻读全球知识产权贸易 与中国法律 在职场的每一步 都帮助她精进了专业技能 巩固了关系网络 积累实力后 她在2013年1月 创建并执掌专利管理公司 Corexysip 这家企业属于法律科技公司 提供专利管理平台和法务支持 做的全是与高精尖领域相关的工作 被风头圈看好 随后 她又在圣塔克拉拉大学 拿到了高科技法 知识产权与诉讼的法学博士学位 同时 她也是该校学刊的计算机 与高科技法编辑 还是该校的合作伙伴 2019年9月 她拿下了一笔370万美元的投资 资方包括Alpana Ventures Plug Play Ventures Founders X和Bill Tsai等 几乎都是风头圈赫赫有名的大牌 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也欣赏她的才能 2014年7月 聘请她加入斯坦福法律信息中心 成为Codex团队法律研究成员 她与该中心的合作至今仍在持续 当然沙纳汉不只顾着自己的业务成长 还信息慈善 放眼看国际超级富豪们的太太 不乏大慈善家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之妻梅琳达·盖茨主持的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华裔妻子普利·希拉 陈 与丈夫共建了陈扎克伯格倡议基金 承诺捐出夫妇二人在Facebook持有的99%的股份 价值约450亿美元 布林前妻沃西基也是慈善家 而沙纳汉的慈善技能早已点亮正待发力 沙纳汉一直热衷慈善 社会形象优秀 她自己建立了一个名为生物回想基金会的私人基金会 关注及帮助改善人类生育平衡 2019年9月 沙纳汉在一场慈善舞宴上宣布 生物回想基金会将与丈夫布林的家族基金携手 投入740万美元 与生物医学研究所Bark Institute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建立全球女性生育寿命及平等联盟 启动对妇女卵巢衰老等生育功能老化的研究 也正是在这场慈善舞宴上 沙纳汉提到了她与布林相差12岁的婚姻 并且分享了高龄产妇的亲身经历 人生至此 妥妥的一副烂牌却被打赢了 慈善纪事报发布了这则消息 引发媒体界震动 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布林已在2018年与沙纳汉结婚 女儿都生了 实际上早在2018年11月 沙纳汉与布林一同出席第七届突破奖颁奖仪式时 已经在运晚期 她首次与布林一起公开亮相是在 2016年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 Matt Geller上 当时也并未掩饰交往关系 光明正大 那次Matt Geller、沙纳汉、布林 布林前妻沃西基 及其当时的棒球运动员男友 阿赖克斯·罗德里格兹 同乘一辆车现身红毯 很奇葩是吧 名利场杂志将这一幕称为 令人头脑震惊地开化 但这其实就有点外行看热闹了 下面且看门道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017年曾有一篇报道 标题是谷歌联合创始人与其他硅谷亿万富翁 都在努力长生不老 文章指出 布林参与了美国国家医学院的健康长寿 环球大挑战项目的启动 沙纳汉也陪他出席了活动 美国国家医学院的部分生物科技专利 恰恰是沙纳汉的公司科业CSEP在帮助经营管理 布林与沙纳汉同属圈内人 CNBC评价说 对于严寿社群的超级富豪来说 世界很小 另外 纽约时报提及 布林曾率谷歌向前期沃西基的基因公司 23Andon投了数百万美元 跟其他硅谷大佬一样 布林和沃西基都想长寿 所以如果说布林对长寿和延缓衰老的追求 是他的一个特殊癖好 沙纳汉显然也是能够理解他的 布林跟旧爱 新欢都是同一个圈子的人 一起走走红毯有什么不可以呢 另外 布林曾就AI技术发展的阴暗面发出预警 沙纳汉对于AI也颇有见底 曾在一个播客节目中 谈及未来法务工作者 掌握AI 与设备工具的重要性 这个例子也说明 这两口子确实是能聊到一起的 金融时报曾有一篇报道 富人与自己结婚 但这重要吗 文章指出 富女与富男结婚 是这个时代的常态故事 有一个遗传学专业词汇可以概括 选行交配 意思是 人们会跟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 不可否认成就一段婚姻 必然有情感因素的作用 另一方面 布林与沙纳汉同来自移民家庭 各自创造了自己的事业 在思维模式等方面都能契合 在婚姻的契约关系中 如果把二人看作特殊的对手 他们势均力敌 如果势为合作关系 便是大凡君子与君子 以同道为棚 小人与小人 以同利为棚 不可避免 这段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 21年底 华尔街日报爆料 在迈阿密的巴塞尔艺术展上 沙纳汉与特斯拉CEO 埃隆·马斯克两人擦枪走火 发生了短暂的婚外情 此事直接导致了 谢尔盖·布林与尼克 沙纳汉的婚姻破裂 马斯克可是美国有名的风流公子 花边新闻从没断过 就在与沙纳汉传婚外恋的丑闻时 他同时和自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Neuralink 的女高管秘密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不久之后 马斯克的SpaceX公司的一名空姐 还指控马斯克在一次按摩中 向他暴露下体 并未经本人同意强行抚摸他的大腿 更离谱的是 马斯克还是布林的昔日好哥们 08年金融危机期间 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帝国面临生产困境 布林直接为好兄弟注入50万资金挽救企业 作为回报 马斯克还把它生产出来的 第一批特斯拉电动SUV中的一辆送给了布林 实在是有些讽刺 在离婚申请中 布林主张离婚后 双方共享年仅三岁的女儿的监护权 彼此都不向对方索取女儿的抚养费 作为一名华裔女性 从美国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 不得不说 刹那汉搞事业的能力确实很优秀 但其私生活的狗血连续剧 就令人难以苟同了